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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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那在那个当下 我想要把女儿这个角色做好 而且我觉得孝顺两个次 孝这个字上面是一个老 下面是一个子 所以其实是父母跟小孩 得到一个和谐 我觉得这叫做孝顺 然后那时候的价值观 或者是贵乡那个时候 我觉得她选择了 当一个好女儿 比自己还要重要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些万里桂花香 今天邀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 本尊分身 先来介绍的是本尊 我们欢迎桂香师姐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集出来欢迎的这一位 漂亮的分身 我们剧中的吴桂香 欢迎徐利文 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们在这一集 就是会觉得 如果一个思想比较现代的女孩子 可不可以照着自己想要做去做 关于结婚这件事情 真的要如父母的愿吗 先来请教利文了 我觉得如果 因为在戏里面是那种 生死交关的时候 所以在那种非常时期 我觉得我有可能会 顺从家人的决定 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 竟然要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对不对 你当时候曾经抱持着不婚主义吗 对 真的喔 我想这样 为什么 是因为你觉得 爸爸妈妈把你的教育跟培养 让你可以很 自己一个人照顾好自己 不是 那时候我们邻居有一个大家族 我看他媳妇常常给父母打 我就说我这样要不要这样 是因为你所看到的婚姻 对 那时候我小 那你怎么没有想说父母亲这么幸福 会像爸爸妈妈一样的 我们不会这样 因为我同学之间常常会跑去看 他家玩啊 看到他 他这样会让我心里会 我不要这样 所以人也蛮好玩的吧 对啊 可是你爸爸妈妈感觉很好 好啊 对啊 家里头就有一对模范 你竟然看别人的这个不幸福 说我不爱嫁 难怪妈妈会觉得很担忧 或许是爸爸太好了 觉得找不到那么好的地方 对 有可能 所以 当这样子 只要帮你物色一个对象的时候 万德胜这个人 基本上你知道他 但是呢 对他当时候的印象好不好 没什么印象 虽然连接他在外面上班 那时候反正 长辈说好就好 因为 爸爸说太远也不能嫁 什么也不能嫁 随便嘛 随便 所以是嫁得近 近就好 近就好 在台词当中有一句说 不想当不孝顺的女儿 对不对 是不是所有被父母亲这样子 像《掌上明珠》 呵护长大的女孩子 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一段心情 我觉得 那时候我是比较想要当一个好女儿 就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对 那在那个当下 我想要把女儿这个角色做好 而且我觉得孝顺两个字 孝这个字上面是一个老 下面是一个子 所以其实是 父母跟小孩得到一个和谐 我觉得这叫做孝顺 然后那时候的价值观 或者是贵乡那个时候 我觉得她选择了 当一个好女儿 比自己还要重要 其实后来可能就真的感受到说 也许她知道身体的状况 越来越下坡 对 是有爸爸有提点你是吗 我稍微提一下 可是我都把它当做 那时候不会去体会到说 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都会有欲言 不会去体会到 等到事情真的发生了之后 才知道为什么母亲那时候 那么迟 对 不过我觉得在剧中 在立文的角色出来之后 发现真的就是一个 时代的女性 那时候你有曾经去了解过 师姐因为她是44年次的 对不对 在你那个可能十几岁的时候 你有没有曾经去了解过 她们那个年代流行什么 有啊 就是我有去Google了一下 就是有什么 就是有一些 会去上次节目录影嘛 然后还会看什么姐妹杂志 之类的 然后有看她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都非常时髦 然后我觉得又是早上明珠 所以我觉得她应该 就因为家人很顺她 所以她那种新颖的观念是从家里灌来 对 又可以独立 经济独立 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另外一半也没有关系 完全就是一个很快乐的少女 对 对 突然间要被指往一个家庭的时候 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听说您的结婚照 我们请立文来说好了 就是师兄姐的结婚照都非常俊俏美丽 但是呢我就一直有一个疑惑就是 为什么师姐都不笑 对 那为什么不笑呢 你告诉我们嘛 我也高兴 糟糕了 爸爸妈妈有看得出来吗 有一点吧 太了解你这个女儿了 对 有一点 因为在过去你可能在上班的朋友当中 你算是一个意见领袖吗 我在当领班 就是上级对我蛮好的 是 因为后来当领班 对不对 然后你会邀约大家一起去看电影 去 真的会这样子搭车到台北录影 参加录影 对啊 去参加喜相逢 去参加 会 会 你看到这一段剧本的时候 有没有已经都把师姐 年轻的时候那种模样 有 我就觉得就是要演一个摩登女性 在那个时候 才会跟她后来的遭遇有所反差 这样 在这一次的剧本当中 因为她前后的情绪有很大的差别 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你的转换 情绪的转换会有什么样要跟以前 当女主角的时候有特别要做功课吗 我特别放重点就是前期要特别的活泼啊 然后无邪啊 然后交纵或是有一点点 到好奇的时候 因为到了一个新的家庭 完全是 其实是别人的爸爸妈妈 可是你要融入那个家庭 然后我觉得这个转换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因为到一个陌生的家庭 然后那种生疏啊 然后那些冲突 那些委屈 我觉得就相当可以帮助这个角色 嗯 我们今天才到第十四集 未来还有二十六集 要来看 结婚之后的万德胜跟这个吴贵湘 怎么样去经营自己的幸福 我们先预言一下 让两位说说好了 你觉得后来贵湘师姐 会怎么样定义自己的生活 想要把自己过得是幸福的状态 嗯 我觉得她后来 经过很多的也许失落 或者是挫折之后 她找到另外一个方式是 重新扭转自己的观念 就把这些不是自己家人的人 当成家人 对 嗯 就是去经营幸福 对 一个很重要的念头 对 完全都是在自己的念头 转了 幸不幸福就是决定了 你有没有要补充的 就是把以前的同事有没有 那些的 关心的同事的爱 把它转回来 关心这些小姑姑他们 小叔 但是心情上面要调整 让自己过得好 最重要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非常伟大 嗯 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 都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一些我们能够接受的事情 嗯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 好的 接下来二十六集 我们就要来看看 吴桂香跟万德胜 要怎么样经营他们的生活 从一些不平静当中找到幸福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大爱之场 也感恩两位今天分享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那这样的一个妻子 这样的一个伴侣 我不珍惜也是对不起自己 那当然我们本身是客家弟子 当然不会所谓的花言巧语 不会田园蜜语 不会跟人家去塞呐 或者讲一些那个 那个比较浪漫的话 也不会 不算言辞嘛 只是知道好好的工作 好的赚钱 多赚一点钱 来让这个家庭好过一点 好好的 好好的 感谢观看